哈喽大家好我是每个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 就是国际版和国乎的百里手约 作为一个特效对比 技能特效对比啊 这是他们的出场方面 国际版就是最近亚运费上面是吧 电子亚运费 然后就是这个 这款赛的装用的那款 叫AOV 就是反正就是台湖就叫传说对比嘛 台湖的比较多一点吧 台湖什么欧湖美湖啊 这个 感觉就是国际版的百里手约就有点像大叔啊 印第安大叔 比国乎的大一点 年龄大一点 然后一技能的特效就是也是谁的等级提升 然后他的视野范围也是不断的提升 这就是国乎的特效 国乎和国际版的特效 然后国乎是环色 然后国际版是环色 差不多了 然后再看二技能 二技能的话也都是瞄准的最低 然后充满了他的一箱过去 再看下大招 大招的话感觉是国乎比较好 国乎他有那种方跟踪的感觉 然后国际版他就直接往后退 没有没有方跟踪的那种感觉 而且好像没有加速的效果 被动都是靠墙就隐身了 好 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谢大家信赞 大家觉得这个国际版的百里手约如何 欢迎大家视频频道留言 让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